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哪裡去找愛的花紋 哪里去寻情的回忆的 风吹走浮沉 吹走浮沉 无灭的心给我指引 你与我也远 同理我而今 思念没有声音 却能颠倒乾坤 却能颠倒乾坤 日月星辰 只是陪着 有你的地方 温暖如春 岁月无痕 不改我心 你爱的力量 永远不及 日月星辰 是谁沉 有你的地方 温暖如春 温暖如春 岁月无痕 不改我心 你爱的力量 永远不及 一点一滴 ỉ sitä 一滴 又 哼 Ner 能色 开心 无貌 野 賣 我 ez 快走 快走 陈香 你这孩子 这么大了还这么顽皮 谁让他们当初那么欺负我 娘 反正他们都走了 我在这里都陪您几天吧 不行 他们走了 二郎神很快就会来 那也没有那么快吧 您放心 我现在学会了金斗云 他追不上我 陈香 就一会儿 我再陪您多待一会儿吧 二爷失算了 二爷说 就算孙悟空来了 都未必能脱身 看来 他现在比孙悟空还厉害 我们不能跟他正面对抗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 先跟你去找宝灵灯吧 然后上天请二爷定夺 走好啊 二位里边请 好看好看 好看好看 好看 这哪是灯啊 这简直就是宝贝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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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灯从哪儿买的 就刚才从这个店铺买的 下来 拿着吧 拿着吧 就这样了 谢谢 这多不好意思 回见 回见 客官走好啊 有空再来 就这儿 你们这 这是 那个宝帘灯呢 什么 什么宝帘灯啊 天天放这儿没人买的 刚买了呀 卖给谁了 一个脸上长痴的男人 往那边走了 那边 走开 怎么没痴啊 这脸上也没痴 这也没有 怎么都没痴 怎么回事啊 好好服侍我娘 下次我来 见她气色不好 小心我拿你们俩试问 是 是 是 一定 一定 小玉 请开 请开了 看看啊 这人怎么回事啊 这人 不知道啊 还 что 还没啥呢 真急 真急 怎么办呢 都不长致啊 这什么回事啊 这事 既然宝帘灯在华山 会不会落在丁香的手里 我在丁家待了三年 从来没见过宝帘灯 沉香安然无恙 宝帘灯也没有拿到 二爷一定会大发脾气 大哥 二哥 你们能不能上天 去把这里的情况禀报一下 好 好 好 我们现在去丁家 啊 我 宝帘灯一时半会儿难有消息 我们抓了丁香上天 把沉香印到天上去 再见二爷布下天罗帝王 这样有点违反天规吧 我们这么做 正是为了捍卫天规的威严 哎 小天权 当初你和二爷对沉香的所作所为 说实话 我们兄弟都觉得有些过分 但如今不一样啊 沉香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 拥有了无边的法力 已经成为天庭和二爷的心腹大患 我们这么做 也是为了二爷和天庭着想 对不对 快走吧 快走吧 一个儿一个儿 虽然宝灵灯没有了法力 但她毕竟跟随三世母几千年了 我下次上山的时候就给她带上去 小姐 在华山上看到的那几个天神来了 小天权 来向我道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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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了 我 怎么 你不敢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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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认识你 我干嘛要看你啊我 不认识我 你 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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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太好了 小姐让那几个神仙给抓走了 还 还点名让你去什么 去那个真君神殿去救她呢 什么时候 都快一个时辰了 好 我现在就去救她 你跟丁伯母说一声 别让她害怕 丁香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好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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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也能这样 请问丁香小姐在不在 啊 您是华山女妖 啊 小姐一个时辰以前 让几个神仙给抓去了 还让陈香去真君神殿救她 哎 哎 陈香刚走 哎 就是从那儿走的 哎 哎 哎 您的杀好了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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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也能这样就好了 就好了 嘿嘿 算了 不想她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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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谈使者在哪里 你是谁 找我师父什么事 我要找他帮忙 我师父去峨眉山找孙悟空了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峨眉山 是谁 丁香被二郎神的人抓走了 他们放出话来 说让陈香去真君神殿救他 他们一定设下了埋伏 你是他们的朋友 你是小玉 不 我是花山女妖 花山女妖 你快去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 他 他们的事我不管 那丁香的事你也不管吗 我知道 你还在为你姐姐的事怪他 但那件事不是他的错 是 是那个小狐狸骗了他 他才一定要去万库山的呀 如果他听了我姐姐的话 我姐姐就不会死了 我希望你能记住 杀死你姐姐的是二郎神 他才是你的仇人 真没想到 原来你在我身边握了三年 就是为了要刺探陈香的下落 殿下 你曾经有恩于我 我本不该恩将仇报 可是 有恩于你 我不过是中了你的圈套而已 可笑 那条狗死的时候 我还傻乎乎的流了那么多眼泪 你为我流过眼泪 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那条丧家之犬流的 我可以告诉你 那真不是什么圈套 那狗也不是什么丧家之犬 而是被他的主人赶出去的 二郎神把你赶出去的 为什么 丧失了嗅觉 没用啊 那你现在 现在嘛 我打探到了陈香的下落 我立了大功 我主人又把我招回来了 那你再次没用的时候呢 我 我 我这三年对你不错吧 你怎么可以这样安将仇报呢 那我也要忠于我的主人呢 我也是你的主人呢 小婷犬 你也不想想 二郎神是怎么对你的 我又是怎么对你的 就算你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也不会把你赶出家门 任人欺负啊 我真的很想有你这样一个主人 真的 我相信 如果我真的死了 我现在的主人 不会为我掉一滴眼泪 当我没用的时候 我主人会毫不犹豫地 再一脚把我踢开 但毕竟我跟了他几千年了 我不能因为你对我好 我就背叛他呀 只要我主人需要我 我会随时在他身边 像他那样的人 值得你对他那么忠心吗 我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只知道 他是我几千年的主人 如果你离开了二郎神 你立刻就会拥有真正的朋友 陈香 八太子 如果你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 他们不但会为你流泪 还会处处地帮你 处处呵护你 我相信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可惜我已经有主人了 你你早晚死在你主人的手里 可笑 那条狗死的时候 我还傻乎乎地流了那么多眼泪 你也不想想 二郎神是怎么对你的 我又是怎么对你的 就算你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也不会把你赶出家门 让人欺负啊 小典娟 二爷找你 小典娟 你恨我吗 属下不敢 当初你闯下祸端 我若不惩罚你 恐怕就没法管束别人了 是是是 属下治罪 好好干吧 我会想办法医治你的鼻子 只要你能够忠心耿耿地 在我手下效力 有我一口肉吃 就一定会 有你一块骨头啃的 谢谢主人 主人 如果可能的话 属下还是希望能吃到肉 杨洁 出来见我 丁相呢 陈相 连你都敢来向我挑战了 既然我已经来了 你就把他给我放了 你走不了了 丁相我也不会放 不知道抓一个烦人上天 算不算触犯天条 你要是不把他给放了 我保证玉帝和王母 马上会知道这件事情 把他带出来 是 是 别伤当二爷 小心他原先出脚跟着小天犬 出其不意地把丁相救走 我让你多嘴 让你多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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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计策 让你给毁了 你个计策 让你给毁了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我不知道的 天状这么大 让你大 让你大 陈相 陈相 踩我的人 就你会踩吗 走吧 陈相 快过来踩啊 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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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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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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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杨检 这件事一开始 就是咱们的家务事 不关丁相的事 也不关梅山兄弟 和啸天犬的事 你让他们都退开 咱们要俩单挑 好 如果你赢了 我就放你们走 可你要是输了呢 我任你处置 但是你把丁相 给我放了 一言为定 好 陈相 你行吗 陈相 你 denn 可以 你怎么会 都愿意 好 坏 呀 差一点 不见了 总差一点 为什么总差一点 即兴时练功的时候 总是差不多差不多 到了关键时刻 才差一点 陈香 下了那么大决心 还是没改掉这臭毛病 陈香 我这辈子就毁在你的差不多上了 别说了 我不信 我不信 好 早知道他不会一个人来 别说了 不喝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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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山了呀 陈霞 陈霞 是你啊 陈霞 赌神再说 走 杨简 你要敢伤害他们 我就通给天庭 看住他 主人 那个妖女就是万枯山的小狐狸 把他们押入天牢 我们追 是 走 走 走 放开 放开我 我真后悔没听我娘的话 这里是摇池 是王母娘娘住的地方 走 走 窗户的口令 让后面的人小点声 别惊动了王母娘娘 是 小点声 别惊动了娘娘 什么声音这么吵啊 出去看看 是 他们会不会逃进了摇池 哎呦 原来是真君哪 真君哪 出了什么事啊 天庭蜜牢里逃出了一个犯人 小神正在和属下追捕 哦 真君是怀疑犯人逃进了摇池 嗯 他有多大胆子也不敢进摇池 小神再去别处找找 请不要惊动了娘娘 好 真君慢走 好 吊集军兵秘密埋伏在摇池周围 记住 不要让摇池内的人发觉 是 是 来 嗯 嗯 攀陶会 丑位得怎么样了 就差百花仙子那一块了 我让他把花草清单呈上来 这都好几天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真是岂有此理 会不会出什么事的 他是统领三界花草的领袖 谁有那么大胆子敢让他出事 啊 要不派个人下去催催 我偏不催他 看他把事情给我拖延到什么时候 耽误了攀陶会 我贬了他 嗯 哎 启 最后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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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腰池里还藏着几坛万年的陈酿 嗯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在哪 哎 陛下要不要先尝一尝 得先把娘娘的 大胆 越来越没规矩了 是是是 奴才错了奴才错了 娘娘 何必跟一个直观动气呢 起来吧起来吧 谢陛下 哦 该上朝了娘娘 不过娘娘先去 朕随后就到 陛下 你还有什么事啊 哎呀 喝了点酒 朕有点困倦 想在这里咪咪眼 娘娘起驾 撤走所有禁闭 千万不要让娘娘察觉 是 咱们把老玉帝灌醉 别让他去上朝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好 好 把丁香和小狐狸给我看好了 只要他们在我手里 陈香迟早还会来 对了 把小狐狸给我养得白白胖胖的 谁也不许亏待了他 是 华神女妖 你没事吧 他们一定会救我们出去的 你别怕 我不怕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连累的你也 华神女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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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请 嗯 此酒产于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年前 名叫顺天穷江 预示着三界太平 六六大顺 诈一喝吧 味道有点怪 但要喝六杯以后 才能真正品味此酒的味道 六杯 给朕倒六杯 是 陛下 六种酒掺在一起 就让这老糊涂蛋一下喝六杯 我调配的那八种酒掺在一起的 得让他一下喝八杯咯 陛下 陛下 您是否感受到了顺天穷江 正缓缓地 慢慢地 伸进陛下的喉咙啊 废话 何什么不得顺着喉咙往下伸呢 那陛下 您是否感受到了 一只轻柔 柔弱 五骨的手 在陛下的胸口抚慰啊 感受到了 这都感觉不到 您是僵尸啊您 嗯 母亲 好水 吉他 跑 者 ו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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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有没有听到鸟语花香啊 嗯 我听到了 我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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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闻到了 真香啊 好酒 真是好酒 哈哈 连玉皇大帝喝了酒都糊涂 看来我得接酒了 陛下怎么还不来 殿头官 在 你去摇池看看 遵旨 陛下 你怎么一个人走过来了 我行行酒溜达溜达 众仙都到了吗 到了到了 我们走 走 您慢点 杨浅 杨浅在哪里 二郎天津有公务在身 告价了 干谁告的价 我怎么不知道 干什么呀 把个天庭搞得吵吵嚷嚷不得安宁 去 把他给我叫回来 我这就是 去呀 我不用你服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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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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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看 你看什么看 不服吗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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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检 你不能走 还记着呢 杨检还没来呢 好大的架子 让朕等他这么长的时间呢 陛下 二郎神在殿外号旨 号 号什么旨啊 快让他进来 杨检参见陛下和娘娘 大胆 杨检 你是怎么搞的 你把朕的堂堂天庭 搞得是鸡飞狗跳 鬼哭狼嚎的呀 小神在缉拿一名钦犯 钦犯 他叫什么名字 是 实话实说 陈香 陈香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怎么想不起来了 就是三圣母和一个凡人生的那个妖孽 哦 朕不是已经赦免他了吗 你从华山抓了个凡人当人质 就是为了要引陈香上钩 哎哟 哎哟 别瞒着朕了 那啸天犬已经把什么都告诉朕了 哎哟 别瞒着朕啦 那啸天犬已经把什么都告诉朕了 啊 小天犬 真是告诉朕了 哎 真是告诉朕了 哎 你看什么看 你看看这满朝文武 谁敢知识朕一言 没规矩 小臣不敢 不敢 还有你不敢的事 抓一个凡人当人质 你把我天庭 数百万年来的脸都丢尽了 你让众仙评评理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就是啊 正好聪孝胜如有 听听 杨简快回去 把抓来的那些人质 都给我放喽 放了 真的要放人哪 陛下的圣旨还能有假吗 华山女妖受了重伤 昏迷不醒 我又嫁不了云 怎么走啊 什么话啊 梅山兄弟 祸是你们闯的 还不送人家一程 你 怎么说呢 你这 还是 我送他们下去吧 你去吧 行行行 好酒 好酒啊 怎么没了这个 好酒 是 没了 有有有我这就给您拿酒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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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喝到这儿吧 上朝去啊上朝 陛下 陛下您喝了这么多了 先睡会儿吧 睡醒了再去啊 不不不不不 众仙虽然嘴上不说 可这心里一定会埋怨朕大 好 咱们 陛下 上朝去 您还是别去了 喝了这么多了 万一磕着碰着了 我们不好教的 嗯 朕身玉皇大帝 谁敢磕碰朕 啊 备驾 好 那我扶您去啊 上朝去 小心点 陛下 免礼 陛下要去哪里呀 陛下要上朝去 奴婢这就准备乱驾 什么走着去啊 陛下说他行行酒溜达着去上朝 啊 哎呀 陛下喝多了 在乱驾上一折腾怎么受得了啊 你们回去吧 上朝 陛下去上朝 陛下您走 慢着点 这个沉香真有那么厉害 千真万确 哎呦 哦 这个沉香啊 已经得到了无边的法力 若他真闹起来 一定会把朕的天庭 叫得是鸡飞狗跳 鬼哭狼嚎的 嗯 对了 我们不如像当年招孙悟空那样 把他招上天来 发配到齐天府 给他个什么 碧鸭温 哈哈 啊 啊 仲卿以为如何呀 啊 啊 陛下 娘娘 若将他请上天来 恐怕他还会像当年的孙悟空那样 无法无天 呃 娘娘说得对 说得对 哎 这么多年来呀 朕一直在反思 你说我们把孙悟空 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 用来养马 啊 是不是显得我天庭不会用人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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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安排个什么官儿比较合适啊 啊 二龙神 你去华山传旨 啊 让他们释放三圣母 让他带着沉香上天听风 哈哈 哈哈 啊 陛下 这一条本宫绝不能答应 哪都有你 朕处理朝中事务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我 我 站住 朕让你走了吗 啊 啊 回来坐下 哎 哎 还还管不了你了 朕让你回来坐下 你听见没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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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着仲卿的面儿 你给朕留点面子好不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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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小心点儿 朕的鸾架呢 哎 哎 这 朕的龙年呢 陛下 您刚自己说不要龙年想散散步行行酒 啊 我说的 啊 嗯 是啊 您亲口说的 不 啊 朕没说 不 不给朕背龙年 朕就不走了 哎呀 哎 哎 哎 陛下 我看您是走累了 要不您在这儿歇会儿 我去给您背龙年 哎 歇会儿 啊 歇会儿 哈哈 歇会儿就歇会儿 哎 来来来 哎 小心点儿陛下 就这儿就这儿 好 好 哎 哎呦 您等着啊 嗯 这玉皇大帝在台阶上坐着可不太像话啊 嗯 陛下您热吧 热啊 来 您把龙袍搭在脑袋上面一会儿就不热了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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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我是谁 哎 哎 杨姐 朕不是让你到华山去传旨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呀 陛下 三圣母之事事关天庭伦理刚长 我看此事还是改日在意吧 改日 哎 改日在意 如果朕说得不对 你可以改日在意 啊 你问问众卿啊 朕说的有没有道理 嗯 有道理 看看 听听 杨姐 朕要赦免的是你妹妹 啊 你怎么不说话呀 陛下 此事事关天庭法规的威严 小神请陛下三思 哎呀 朕已经五思过了 哦 对了 既然三圣母都已经赦免了 那协助沉香的讹着三太子 也就没罪了 啊 一并赦免 嗯 一并赦免 李天王 你现在就去办吧 谢陛下圣恩 你你你你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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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过来给朕揉揉肩遵旨 哎 谢谢啊 帅 这咱这儿啊 こ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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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灵霄宝殿跟个棺材似的 给朕闷的都快闷死了 走出去套套气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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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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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